三次體 沿東溪水平方向上下放置的水平長指導線 分別通以大小相等方向下面的電流 且歐點位於兩導線之間如附圖所示 下列哪一個為歐點的磁場方向 這顯然是上下的電流都有所謂的電流磁效應 它的磁場方向要用所謂的安培右手定則 長指導線裡面大拇指代表是電流方向 其他四個手指頭就代表的是磁場的方向 實力線的形狀 所以我們在上面的部分來看到 我們的電流指向的是東邊 所以我們比安培右手定則像這樣 那我們就發現歐點在下方 下方的磁場做切線是朝裡面 也就是所謂的朝北方 那麼在下方我們的電流是流向西邊 然後大拇指朝西 所以我們比的手指頭是這樣子比的 那麼所以發現歐點在它的上面 上面我們做切線 我們發現它的磁場也是指向裡面 也是向北的 所以上下兩個在歐點的磁場 通通指向北方 然後所以他們要把它加起來 也是向北 所以第三次問我們 下列哪一個為歐點的磁場方向 我們答案選租向北 兩個上下兩條導線 在歐點的磁場方向都是向北